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盤勢震盪得很大 你的心要定 我在上個禮拜一直跟大家報告 我說你一定要在這個金牛年 把你大部分的資金先卡位在 怎麼講 相對比較低檔的股票 可是你不要誤會 我講的低檔不是那種 在下面那種爛貨 一年四季都不會漲的 跟臺北股市沒什麼關係的 那個不叫相對低檔的股票 你呢要用本益比的概念 在臺北股市一萬六千多點 這個位階 你要去找出來 本益比還很低的 那是基歐股 所以他的後面的空間還很大 老船長你講天方夜潭那麼好找 你講這個話就太過了 因為我的 我從金牛年還沒有來 蜀年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報告 我說面板股 尤其我舉例友達 我說他可以說是脫胎換股 過去是虧損大王 不知道有多少台北股市的投資人 因為買友達而怎麼樣輸到脫庫 這個都是事實嘛 對不對 那這個原因如何呢 我也都跟大家報過好多次 我說這個電視嘛 印象管電視 變成一金銀幕的電視 哇 股價漲翻天了 在不知道多少年前 友達漲到79塊半 哎呦 對不對 大家都很開心 怎麼一直疊疊死了 很簡單嘛 大家都裝了一金電視之後呢 它的EPS營收當然就下來了嘛 所以你看股票市場 它跟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你呢要發揮你的想像力 當印象管的電視 老的那種電視機 要全面更換成一金電視的時候 而且是全世界 各位觀眾 那個餅大不大 大啊 所以友達漲翻天嘛 他的股本這麼大 他漲翻天合理啊 是不是 可是 都更換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要換的速度就很慢了嘛 對不對 一個易經電視要看到壞 要幾年的時間啊 嘿有道理啊 老船長 然後再加上 很多的廠都投入啊 覺得好賺 社會就是這樣嘛 看到大家好賺 也想要來分一杯羹嘛 是吧 然後最後就比賽看你撐了久 還是我撐了久啊 經過了這麼多年 三星活下來了 對不對 LG活下來了 我們當初的面板五虎啊 現在怎麼樣 嚴格說起來 剩下兩隻小老虎啊 彩晶是變得像貓一樣了 對吧 但是彩晶還不錯還撐住了 好 那中國大陸那邊大家都知道嘛 京東方嘛 那不可能倒的 是吧 好 那這幾家大的 活下來了 可是如果還是 那個餅還是原來一樣的話 那請問大家 是不是還是沒有辦法吃飽啊 不要講說要吃得很爽吧 對呀老船長 那我不就說嗎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有一種東西叫做車用面板 誰家沒有車子啊 幾乎家家都有車子 對不對 當然有些家庭環境比較不好的 他沒有買車 這我們也懂 但至少他坐過車子吧 老船長你講的廢話 那車子裡面都有一金一木吧 現在我不是一直講嗎 誰敢賣汽車 說我的車子沒有一金一木啊 那大家想想看 全世界的車子有多少 非常多吧 那這還不夠看啊 現在大家要大量的怎麼樣 推廣的是叫做電動車 那電動車呢 它就不止怎麼樣 一個一金一木了 它那個中控台這一塊 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嘛 那個中控台啊 欸 那個對於車用面板來講的話 那個毛利率是很高的啊 那友達在這一塊 可以說是兩個字叫做翹楚啊 我之前都跟大家報告過了嘛 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在14塊多的時候 我坐在這邊 跟大家大聲的疾呼啊 沒有人理我啊 那老船長你神經病 全市場都在看台積電 聯電對不對 第一論PCB 就你一個38在講面板 喔 原來我是38啊 好大家看一下啊 這裡 你們呢 現在到YouTube 到YouTube裡面去查這幾天的 你去看 每一集你點出來看 看看老船長講什麼 我跟你們說 要將所有的資金 全部重壓有達 重壓一支有達 你的老師呢 帶你買股票 在這個時候買了幾十支 每一支每一支都疏死套牢 對不對 你看到我的節目 我說全部的資金只壓這一檔 你心裡會想說 那你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啊 有達也不會漲啊 對 然後呢 叮 蹦 這一段啊 不是我跳針啊 各位記不記得這個動作 對 我說什麼 我說會噴出去啊 你去看我上個 禮拜五的節目 我的測標寫什麼 我說這個禮拜要開始 進入怎麼樣 對 脫離大氣層 進入太空 你去看我禮拜五的節目嘛 對不對 那在哪裡 上禮拜五才在這 這一根紅棒而已 對不對 你們看我節目 我是不是這樣 我說要給你們印象深刻 你把我當瘋子啊 那我今天測標寫的很簡單啊 你還是不信嗎 大摩 這樣看 對不對 你看不起老船長 你不相信老船長也沒有關係啊 我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你們都能夠 像我的會員一樣賺到翻過來 因為講快一點 你們也是潛在客戶嘛 對不對 但是我不是用這種做生意的心態 來跟大家分析啊 我的想法是 我作為一個分析師 在台灣大家很多人瞧不起頭顧老師嘛 那我也沒有話講 因為我們這一行有很多的老鼠屎嘛 每天騙啊 上節目 今天長什麼就講什麼 盤中連線 大老師大財經台 每天就搞一樣的東西嘛 很會分析啊 看圖說故事 你們不用每天 一直看那個財經台 盤中在講什麼 那個十幾年前 人家大財經台找我 然後連線我 跟我們連電話接我都不接 我直接叫我的助理回絕 老船長 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讓大家認識你 我說不需要啊 我助理問我說為什麼 我說連線都是 有的時候講好了 等一下我要問你什麼題目 然後你回答 對不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 看了這個股票 看圖說故事 我覺得對投資人沒有幫助啊 所以你們看十幾年來 我從來不連線的 我也不去上什麼大財經台啊 上那個幹什麼 我沒有差那個通告費啊 我只要把我的會員帶好 還有我的節目 我可以跟怎麼樣 很多有在收看小弟節目啊 甚至幫我按讚的朋友 我要回饋你們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們呢 我知道很喜歡看假的節目嘛 每天都是永遠大賺 一直賺 這一支賺完 你要不要跟著我們一起來賺 就講這些廢話嘛 我知道你心動過 你去參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參加過了 你就是沒有參加我 所以你現在是 欸對 走向歸零高之路的路上 所以不要以為來到一萬六千點 你可以賺錢喔 從一萬兩千點到一萬六千點 你差不多已經要下課了 為什麼 因為你跟的是怎麼樣 大魔頭嘛 我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在這個金牛年喔 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就請你把所有的資金 都只買這一檔股票 當然啦 我知道我這樣跟觀眾講 觀眾絕對不會理我的 啊老船長那你還講 這是我的工作跟這個職責嘛 對不對 你不會聽我也知道 可是我還是要講 老船長為什麼 欸很簡單啊 你有沒有小孩 欸有啊 啊你小孩子你叫他 讀書好好讀書 他就聽你的喔 啊他不聽你的你就不講了喔 欸也對啊 這就是一種責任嘛 我們父母親把小孩子養 拉拔到大很辛苦 小孩子不會懂的 對不對 等到有一天他懂了 啊甚至比較難過 就子慾養而親不在 喔我知道很多人都有這種 很難過的經驗啊 所以父母親在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好好孝順 那孝順的很多 這個範圍很廣 我在這邊呼籲 就我們投顧業的這些老師啊 同仁啊你們真的 要孝順父母 不要丟父母親的臉 不要每天上節目啊來騙人 這樣子真的是把父母親的那個臉喔 踩在地上 對吧我覺得這也是孝順很重要 我們就是不要做出對父母親覺得很 很沒有辦法見人的事情嘛 是不是 所以我在講 所有的資金在14塊多 你們每天看我的節目 我就告訴你們要全壓了 一直到上個禮拜五 我還這樣說下個禮拜要脫離怎麼樣 大氣層要到太空了 有沒有 你相信我嗎 那老船長你怎麼這麼有把握呢 等一下喝一口水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規矩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帶領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做股票 如果你沒有很大的研究團隊 我相信一般的投資人都沒有 那像大摩 這一種人家的研究人員不知道養了多少 是吧 那他寫出來的目標價 我相信很多觀眾也連理都不理 因為你們永遠就是會聽你的老師說 外資看的不準 我就跟你們講外資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不要一竿子打翻整條船 台灣這種分析師很多 自己被外資修理過 就每天在罵外資 然後說叫外資認錯 神經病 那個腦子都有動 外資幹嘛認錯 二百五人家賺的最多 人家買的最多 到一萬六千點誰賺最多 外資 一天到晚叫人家認錯 我覺得那些老師腦袋真的是進水 對不對 不要講這種很狂傲的話 現在不是清朝時代 清朝狂傲到最後什麼刀槍不入 最後被八國聯軍打掛 歷史還學不到教訓嗎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不會 我們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條件來判斷這個股票的時候 你就是用老船長教你們的 就這個啊 最簡單的嘛 有沒有 股價除以預估的EPS 這個預估就是學問了 你不會估沒有關係嘛 外資法人已經幫你估好了嘛 友達今天收盤18.05 除以EPS 今年看兩塊多 我們看兩塊就好 本益比才九倍啊 一萬六千四百多點 本益比九倍啊 你說它會不會漲 小朋友都知道 可是很奇怪 我在做節目 我從鼠年講到牛年 從14塊多 今天已經來到18塊了 還是很多人不相信 請你注意看 這邊整理了兩個月 盤整一段時間之後 接下來這個漲幅通常會跟這個等距 你們不是學過技術分析嗎 那這個等距你把它畫上去的話 這邊當然不是高點啊 那這邊叫做小洗盤而已啊 就是在這邊我每天叫你要怎麼樣 趕快上車 因為在這邊我叫你上車 你不理我嘛 在這裡的時候 你們去看YouTube我的節目 這幾天我天天叫你們趕快全壓全壓全壓 你們的回應是什麼 神經病神經病神經病 所以就以今天的收盤價來算 我教你們國小數學 本益比九倍啊 那好啦有人說啊 那外資說今年EPS兩塊多 你給他打個折算兩塊好了 也算合理 老船長萬一沒有兩塊呢 那萬一地球 明天要遭到外星人攻擊 你怎麼辦 不要老是講一些廢話 來到投資的市場 它一定就有風險 很多東西本來就是預估出來的 你聽得懂嗎 哪一個敢跟我說 他知道百分之百 那那個人就金光黨黨主席啊 你不要來到股票市場 還有貌贏的 我一定要贏 一定要絕對 這種都有神經病你知道嗎 所以但是我們雖然是預估的 我們也要稍微怎麼樣 要客觀 也要保守一點點 也不能說 反正老船長講的啊對不對 來就是估啊 但是估 你估跟我估 跟他估又不一樣了 是不是 有道理啊老船長 那大摩是這樣估嘛 所以人家看22嘛 群創看19嘛 那我講什麼 我說這個是短線 他們的看法我認同 以中長線來講 我覺得太保守了 你聽得懂嗎 因為面板股 一季要賺100億啊 各位看 友達的股本叫962億啊 他如果一季賺100億 今年要賺400億的話 他的EPS至少3到4塊 而不是2塊 這樣各位知道了嗎 那有一個股票跟他很像 叫聯電啊 聯電喔 聯電在漲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神經病 從這一段10幾塊 拉到怎麼樣 20幾對不對 沒有下車的人 哇疊回來想說完蛋了 這下一定套在怎麼樣 20幾結果好厲害 邊拉邊洗 這個很痛苦 現在看起來你以為很簡單 這個其實很難你知道嗎 很痛苦 只有這一段最爽 你聽得懂嗎 但是我們現在回頭看 聯電拉到快60 從十幾塊到60 就是怎麼樣 一個虧損公司 他變成EPS2塊多 他就可以從這裡拉到這 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晶圓代工 被搶翻天 要排隊下訂單 聽得懂嗎 雖然股本一千兩百多億 這個比友達還要大 他都可以拉到快60 那友達有沒有機會 EPS賺銀聯電呢 我覺得有機會 最起碼跟他平手 然後我的股本 又比你少三百億 將近三百億 那各位想想看 現在行情就在一萬六千多點 友達更有道理怎麼樣 漲上來啊 所以我說看這個是小兒科 應該他們看的是近期 未來如果再漲 可能大膜要調高目標價 大家明白意思嗎 外資常常在調高調低啊 那他可以調高可以調低 你自己要先判斷啊 好我再講一個 3714的 這個叫富彩 那富彩就是當初的 龍達跟金電合併 我在幾個月前 我講龍達跟金電幹嘛合併啊 兩個本來就是死對頭啊 對不對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 幹嘛合併 誰有這個力量 叫他們合併 就是蘋果 那蘋果在台灣有設廠 你們知不知道 秘密的設廠 也沒掛招牌啊 所謂合適 它就是要 人家講啊 這個握心長膽 就是為了要復仇嘛 是不是 勾件握心長膽嘛 我應該沒有背錯 那重點不是在於 是不是勾件啊 三八 是說 因為以前 OLED這一塊 都是由三星掌控 那蘋果呢 受制於三星 這樣的技術 那我們台灣做不贏三星 一直到Mini LED的出現 台灣怎麼樣 在至少在現在 是超越三星的 那蘋果看到 這個很大的商機 因為Mini LED 不會輸給OLED 甚至比OLED還要好 所以蘋果呢 就希望台灣 最強的廠商來合併 讓這個cost down 成本能夠down的更低 然後直接在台灣 供貨給這個蘋果 好啦 就產生了 富彩這一家公司 對不對 那最大股東叫做 友達 這樣你知道嗎 所以友達 它不是車用面板 這個全世界 這麼新的一個大餅 它不是只吃這一塊 接下來現在二月 三月份 全市場要開始炒 Mini LED 因為蘋果要開始出貨 各位懂不懂 如果三月份又開始 再炒Mini LED 再加上車用面板的話 那友達撿的是怎麼樣 吃了定心丸 撿到了大炮 不是撿到了槍 那富彩投控 可能就要飆了 要小心 現在還在怎麼樣 在整理的階段 有一點像WD 有一點 也許就上去了 那不管 不管怎麼樣 友達都是富彩投控的 單一最大股東 也就是說 Mini LED 友達他也吃 對吧 那這個客戶不用擔心 就是蘋果 夠不夠大 各位觀眾 夠不夠大 蘋果要全面更換 Mini LED 它要擺脫三星的 怎麼樣 簽字 所以我說 你們做股票 對不對 你現在老船長 從本益比的角度 分析給你們聽 友達這麼樣的一個 低本益比 再加上他今年每一季 不是我講的 人家法輪刷賺100億 那中長線 這個大摩看這個 我就覺得是 到時候還會再調 我的認為 那你們不相信 聯電從10幾 漲到快60 你怎麼說 對不對 大家 20幾塊賣光光啊 那後面就是怎麼樣 有人進來 然後又出去 進來又出去 能夠從頭到尾 十幾塊 報到接近60的 也沒幾隻貓 那我們來到股票市場 我們就要什麼 見網之心 我們就是要 把過去的這些 我們失敗的 這些教訓 要學起來 現在好不容易找到 一個 有跟聯電很像的 模式的股票 對不對 從股本各方面 還有過去的歷史 都差不多的 以前聯電 也是虧損大王 對不對 但是你看翻了幾倍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股價很低 你油虧轉盈了 而且是怎麼樣 市場很大 晶圓代工也是一樣 那你這種就 翻倍的機會就出來了 而且法人會認同 大型股 所以你看 友達的這個 他的成交量 都不是一兩萬張 三十幾萬張 對不對 現在十幾塊 大家拼命賣 拼命賣 對 你給你看到 大摩的 這個價錢的時候 你們就兩個字就好 昏倒 那我說過了 你看戲的沒有用 你賺不到錢了 所以今天我要邀請所有 有在看老船長節目的朋友 從去年我 友達一路 聲稱 你手上真的有友達 你手上真的有友達 我相信你們不會是 所有資金都押了 跟我的會員一樣 數錢已經數到手抽金了 不可能 有的是看戲一張都沒有買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會員講 不用擔心 我公開來擺明地講 他們也不見得賺得到錢 就是這個道理 有好運的朋友 或是真的很相信老船長的 你真的買了友達 那你今天要打电话进来 好不好 那你也可以不打 你不打 我给你保证 你一定会两个字后悔 不然我把它改四个字也可以 叫做后悔莫及 老船长真的这么有把握 我每一次跟你们这样讲的时候 有些观众 他就会打电话进来 那有一些就是 我就不要打 反正友达会长 你讲这一句话 我可以告诉你 对 连电反正会长 涨到快60 很多人很早就下车了 对不对 现在想一想 根本就不用下车的话 已经可以离开股票市场 因为已经赚够了 可以退休了 对吧 那现在有这个复制的机会 成功的捷径就是复制 Copy 你听得懂吗 股市要这样子复制的 没有那么容易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 所以我才说 所有有看我节目 有买友达的朋友 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我就给你这一次的机会 没有打的保证后悔莫及 我话先讲在前面 五 四 电话瞬间会大爆线 现在开始拨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穿 投资人应独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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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